3月13号开始 踏进龙山寺里面 就不再是烟雾弥漫的景象了 停止提供香客免费香汁 游客入寺参拜 也不可以自行携带香汁 要求姓仲以新香代替现香 我们带那个火煮 金层隔脸 你用手带按理想要求什么 你跟他讲的一样 因为龙山寺建寺281年 一直都人潮众多 香火鼎盛 也因为姓仲多 烧香量很大 造成PM2.5数值过高 考量空气品质 周边环境 还有信众健康 从开始减香到现在 正式禁止烧香 香汁很多 PM2.5的含量 是以前邢天宫 他们没有烧香的88倍 香火鼎盛的意义 并不是在香汁的多少 而是在于信仰的人有多少 继台北邢天宫之后 这是又一座台北市大型庙宇 禁止信仲烧香 不过香炉还是会在 也会由寺庙管理人员 每天点香替信仲祈福 只是信仲不得点香 百年古寺也开启用新香取代烧香 不点香煮 响应环保 庙房也说 做善事 存好心 才能真正庇佑 身心平安